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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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说吧 我怀孕了 怀孕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老婆 你真怀孕了 我要等爸爸了 老婆 你看你现在都怀孕了 所以你那个班就不用去上了 你那边吃吃吧 在家好好养胎 行 不过以后都要靠你养我了 我养你不是应该的吗 行 老婆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我想吃很多很多好吃的 好的 我现在就去做 老婆 你这样睡能不能 你下班了 不能 想睡觉 就回房间睡 老婆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们温司 都派一些人到外地工作 工作特别辛苦 但待遇 你这边好两位 对 然后又去五年 五年 对 然后我就报名了 老婆 你真的要去吗 还是生活 对啊 在不在这里面家吗 可是老婆 你要知道 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你要是去了 你就见不到 宝宝出生了 我知道 可是宝宝出生 得多东西吃饭 还是得要钱啊 我都报名了 而且薪水比这边高点 可是我舍不得你啊 我去到那边以后 我们可以打电话呀 我一有时间 就给你打电话 好不好 行 嗯 那我去收拾东西了 嗯 老婆 你这次会需要五年 这五年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还有我们的宝宝 嗯 我是想你的 我也是 还有老婆 你 你一定要等我五年 那老婆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我先走了 注意休息啊 嫂子 这宝宝也出生了 有点事 我必须要告诉你 什么事 嫂子 我哥他去世了 什么 去世 嫂子 你别激动 看你吓到老婆了 不可能 你在开玩笑吧 嫂子 我说的是真的 我哥走的时候 不是上班时间 所以不算公司啊 公司也就赔了几万块钱 嫂子 我劝你 我劝你还是改嫁吧 如果孩子 你不愿养的话 我可以养 不 我不会改嫁的 阿斌说过 让我等他五年 我一定在家等他五年的 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嫂子 你怎么不听话呢 我也是为了你好呢 小雅 不要再说了 嫂子 我也是为你考虑啊 你现在还那么年轻 就算是我哥 也希望你能幸福的 嫂子 我先走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你能考虑我说的话 宝宝 我们在家 我们在家 一起等爸爸回来 谁啊 嫂子 小雅 小雅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 嫂子 我之前跟你说我改嫁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怎么这么嫁呢 小雅 如果你今天是来劝我改嫁的话 那你就不要说了 嫂子 你想想 宝宝也不能没有爸爸 我希望你能听我的劝 尽早改嫁吧 小雅 我一定会在这个家 15年了 不要再说了 那我先走吧 谢谢大家 但是我知道 你走的时候带着钥匙 我现在不敢管 好了 行了 不说了 这个点还是应该放学了 你陪我一起去接孩子吧 他看到你一定会高兴的 好 走